HELLO 大家好 很明顯這條影片跟大家講RICO GR 當然是第三代GR3 或者GR3X 這兩部相機真的大同小異 最近GR3X出了之後 很多朋友都問我什麼時候試機 或者是會不會推薦這部機 其實我真的不想講GR3X 為什麼呢?因為我不喜歡它 我肯定不會買這部機 也不會推薦給喜歡解拍的朋友 但沒辦法問我的朋友太多 通常來說我都不建議他們買這部相機做解拍的 我當然會給他們一個理由 什麼理由呢?跟著講 我今天會說 為什麼要引起我拍這部影片呢? 因為最近一兩天前 有另一位朋友說是視頻新手來的 玩了視頻一段時間 但很想買這部GR 但它真是深大深小 不知不知道街拍買GR3好 還是買GR3X好 我就問問他 其實如果你有其他相機的話 你不如拿其他相機 28mm試一試 另外將Zoom到40mm 又試一試 看你其實喜歡哪個View 如果你喜歡40mm的View的話 你就買40mm那部 即是GR3X 對我來說 如果你純粹問我拍街拍 街拍 我真的 毫不猶豫地推薦你買這部GR3 GR3 其實是一部 一直追隨GR的人 夢寐以求的相機 坦白說 GR的傳統就是28mm 28mm沒有辦法 這是一個傳統 為何它用了28mm 因為28mm確實是一支最適合街拍的鏡頭 即是這個 視角 即是拍攝角度 當然 這部GR3 它確實不是28mm 它確實是18.3mm 由於它是APSC機身 那麼細部機身有APSC的話 相當厲害 X1.5 它等效28mm 我剛才說 街拍是最適合的 我明白到 一般來說 我們會說 50mm鏡頭是接近人類的視角 即是你看東西的透視感 或者大小都可能 不是很關係 透視感 最舒服的是50mm 但50mm 是比較狹窄的角度 即是人眼看東西 不僅是前面的 你會輕微移動我的頭 是吧 在這樣的情況下 的話 28mm大概給我們一個很舒服的視角 即是你不用轉得很厲害 但大致上 你輕微搖頭的話 你會看到這個視角 所以 選擇這個鏡頭焦距的話 以Full Frame計 50mm 給我們一種狹窄的感覺 如果你用來街拍的話 我需要闊一點的角度 35mm輕微廣角 其實也是不夠的 我覺得直到28mm的話 就給我們一個比較舒服 沒有什麼局促感的視角效果 所以 這不是我所說的 Nicco GR Fellam時代 他的GR 已經是28mm 我明白當年 他後來 曾經推出過一個 21mm的版本 我沒有買過 那部機 21mm更加適合 影風景攝影 影 Landscape 當年他們的宣傳照 21mm那個 都是影 Landscape 即是藍天白雲 影山景的 即是你舉例 你需要一部機仔 要行山 放在背囊上 輕便的相機 影風景 20mm會比較適合 但假如你拍日常的街拍 日常應用的話 28mm這部相機 是完美的 即是我所說的 這部GR3 是完美的相機 我才能說 它是一個夢寐以求 因為我們 非想時代也不要計 有些過去了 我們由第一代的GR 對焦太慢 等到它出第二代的GR GR2 發覺這部相機 完全沒有任何改良 只加了一些 GPS之類的東西 我都不忘了 GR2其實沒有分別 畫質沒有分別 自動對焦沒有分別 一切都沒有分別 所以GR2 其實跟GR1一樣 所以我沒有轉到GR2 拿著GR去街拍 當然我懂得就它的缺點 即是對焦慢 各方面 總之一邊用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市場上 根本沒有其他選擇 即是APS-C 相對上 相對上 以機制來說 真的相當大 去到這樣的片幅 這麼輕便的機身 能夠單手速作 對焦慢一點 也沒辦法 市場唯一一步 好了 到了大概兩年前 出GR3的時候 等了一段很漫長的時間 終於GR3有改良 鏡頭換了 都是28mm 但是畫質正了很多 第二 對焦快了很多 當然你跟單反和無反比較 它仍然是相當慢的 千萬不要被它騙到 對焦快了很多 但是仍然是慢的 加了避震 有人臉對焦 即是你做街拍的話 它很快可以對到人 各方面是好一點的 好很多 所以我一直都在用GR3 絕對不是業配 我在任何情況下 有學生問我 街拍最好的相機是哪一部 我都會告訴你 是GR3 Ricco的GR3 完全沒有給我錢 不是廣告 其實GR3 就是Ricco要找我 坦白說 那就不說了 但最近出的GR3 X 我對它毫無興趣 為何對它毫無興趣 因為它的所有功能 其實跟GR3是一樣的 和GR3是一樣的 但這部GR3X有什麼不同了 是支鏡不同了 唯一是支鏡不同了 由這個18.3mm 轉為一支26.1mm 它本身是接近28mm 但由於它是APS-C 所以繩一繩 加上所謂Clock Vector 它就變成40mm左右 40mm從來都不是一支好的街拍鏡頭 我明白 當年我們用Minota 那部CL 也就是Leica 那部機器 我們是有一支40mm的 但40mm不會是一支喜歡用的鏡頭 真的 40mm更加適合拍 有人在內的生活照 我知道拍什麼 標準是比較難用的鏡頭 難用的意思是 假如你拍一般的團體照 它絕對不夠歪 你拍街拍的話 它也是不夠歪 拍風景又不夠闊 拍人像又不夠近 放大也不夠 各方面都是一支很尷尬的鏡頭 除了50mm計 接近人類視角 40mm比50mm 又歪了少許 又不到35mm 坦白說 你問任何位朋友 打他問他 他都會告訴你 35mm的Full Frame計 根本就不夠歪 根本不夠歪 那街拍為何要歪 如果你問這個問題 就是街拍 街拍通常來說 我們一定要看鏡頭 近距離拍 我明白 最近我看過GR3X 有些試機的朋友 即是不說哪個國家 哪個地區 無謂說 一樣是拿著這部相機 拍對面馬路 你拍對面馬路的話 你別用這部相機 坦白說 你不如拿一部 如果他出一部GR3X 出一部Y 有支50mm 60mm 80mm更加適合這類人 假如你拿著這些相機 拍對面馬路的話 你真是不太好拍 這類相機 這類相機 是近距離 close and counter 一定是近距離拍的 所以在這麼近距離的範圍下 28mm是一支沒有局促的鏡頭 相當不錯的鏡頭 兩部相機的話 坦白說問心一句 如果今時今日 你問我買哪部相機的話 我告訴你 街拍最佳選擇仍然是GR3 並非GR3X 所以所有同學 朋友 網友問我這個問題的話 我也是一個答案 就是GR3算數 另外一個更具體 更現實的問題 我為何完全不推薦GR3 Sorry 我為何不推薦GR3X 因為它和GR3的規格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我記得在9月初 剛剛推出的時候 兩部相機都有點不同 GR3X是比較好 為什麼呢 因為它除了40mm等效的2.8光圈鏡頭之外 它內置了兩級的ND 它多了一個眼部對焦 原先的GR3只有Face Detection 面部對焦 現在新的相機多了一個眼部對焦 更加精準的眼部對焦 另外它有些Auto Resize Function 還有一個Depth of View 即是景深優先的功能 我覺得這件事很無用 你拍攝這類相機的話 你收射光圈就適合了 之旅是多了一些東西 是好一點的 不過在10月1日 Nicco相當好 相當偉大 給Firmware Upgrade GR3 GR3 Upgrade最新的Firmware 之後這些東西都齊齊了 即是它一樣有Eye Detection的AF 也一樣有新的功能 全部齊齊了 所以兩部相機 即是GR3 最新upgrade之後 兩部相機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除了鏡頭不同 OK 兩支鏡頭 哪知道正點 問什麼 你玩開相機會知道 還有2.8光圈 你覺得40mm貴一點 畫質相同 假設畫質相同 用料畫質相同 一支40mm至28mm 永遠都是28mm才貴一點 你玩NICA鏡子 相同系列的話 40mm即是50mm左右 還有一支28mm比較 相同光圈 相同畫質 28那些當然是正一點 但是在市場上 GR3X是貴很多 當然我明白 GR3出的時候很貴 七千多元 炒價炒到八千多元 肉都尺 我甚至拍片 叫大家不需要的朋友 不要買 不要搶到那麼高價 讓我們有需要的先買 很自私 OK 確實現在GR3的價錢 就回落到比較合理 什麼價錢 我幫大家檢查過 在格價網 即pise.com之類 5,990元 即6千元有找 6千元有找 就買了GR3 但你買一部功能一模一樣 唯一支鏡頭不同的相機 是要多少呢 七千八八八十元 多了多少 多了一千八八九十元 多了一千牛元 你明白嗎 假如兩部相機 你買一支40mm 2.8的版本 竟然比更加實用的 28mm 2.8版本 大概貴了兩千元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哪些人適合用 GR3X 我告訴你 你如果是一個GR的標準粉絲 發瘋的那些 發瘋的那些 你如果已經擁有GR3 甚至GR2 甚至GR1 甚至菲林GR都有 那我毫不猶豫 推薦你買了GR3X 為甚麼呢 整套 那就開心了 但假如你只有一部相機 一部相機拿來街拍的話 不用問了 不說價錢 我已經和你推薦 28mm版本 GR3 OK 但考慮經濟的話 更加不可能 用一個貴二千元的價錢 買相同的功能 鏡頭不同 但鏡頭更加沒甚麼用 當然 你買這部相機是用來拍人像的 拍人像 根本就不可能用這個 40mm 但如果你沒有 你約一個女朋友 你不想拍得那麼快 想近一點點 畫面又不變形 OK FINE 我和大家比較一下 兩部相機實際上 到今時今日做了甚麼不同 看回官方的尺碼 兩部相機唯一不同的地方 即是有少少不同的 鏡頭方面 GR3是6片4組 兩件非球面鏡 GR3X等效40mm 是7片5組 這絕對不重要 鏡片多一點 兩件非球面鏡 我估計兩支鏡是一樣的 那 哪部相機不同了 所有東西 官方說的都沒有一樣 由於兩支鏡頭不同 兩支鏡頭的對焦範圍也不同 GR3的對焦範圍 去到0.1米 最近去到0.1米 近一點點 未距的話 去到0.06米 大約 GR3X的話 對焦距離是0.2米 雖然 坦白說也是 我不敢說0.2米 軟了一點 沒有那麼好 因為焦距也是 軟了一點 長了一點 所以這個不能直接比較 Anyway 但不要緊 這是一個Sped 分別的意思 另外 根據這部相機 是有一個Crop Mode 如果你要開GR3的話 你可以將它由28mm 就Crop到35mm 或者50mm 雖然Crop了之後 它的上映率不是很高 但也算是有 你可以將它Crop到35mm 或者Crop到50mm 所以如果真的需要一部40mm鏡頭 你就將那部 紫銅3 Crop到35就算了 當然 原生40mm 當然畫質比Crop的35 那部Crop的40mm 那部40mm鏡頭 可以Crop到50mm 或者Crop到71mm 當然拍攝女朋友 拍攝人 但問題說真的 也是一樣 拍攝人像 不是這些機 這些機是用來拍攝街拍的 輕便的隨身機 所有功能 跟著官方的Sped 是一模一樣的 另外不同的地方 兩部相機的Size 正面體一樣 但厚到 新一部Crop 3X 厚了2mm 重量重了幾個gram 這些都很mine 所以兩部相機 真的一模一樣 除了支鏡頭 多了兩個鏡片 所以兩部相機 功能一模一樣 欠2,000元 絕對不值得買 這實 真的不值得高追 根據Crop 3的經驗 一年多之後 就會跌到6,000多 現在是5,900多 所以CR3X 在一年之後 現在的7,000多 價錢 一樣會跌到2,000元左右 所以早買早享受 但問題是 如果街拍的話 它根本不是享受 這段影片 正式清楚 和我的學生 網友 各方也好好解釋 為何我絕對不會推薦 買CR3X 真的是它不適合街拍 另外它真是貴 最重要的理由 是CR3 現在很划算 絕對不是跟RICO賭迷 RICO朋友不要生氣 我是推薦大家買CR3 始終你們都賺了 隨便買一部 你都賺了 你不會預期別人買兩部 所以我也說 有CR3 如果錢多 就買CR3X 也是這樣 講開街拍的話 介紹我的書 我現在是幫朋友推薦 我自己也有份 最近我翻了一批MATLAM的書 MATLAM是一個 街拍相當重要的機構 不是新聞攝影 MATLAM是一個 相當重要的新聞攝影機構 有布列松 有布拉桑 以及最近的 戰利記者 Robert Carter 搞的 當然還有其他兩位 拍檔 搞的這個圖片社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 新聞圖片社 這些記者 拍街拍的話 絕對是真的 是出神立化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 在街拍上高 多些好的參考 這兩本MATLAM的書 是值得參考的 一本就是MATLAM的街頭智慧 說明街拍 另外就是MATLAM眼中 應該叫做 《馬格蘭眼中的馬格蘭》 這本英文版MATLAM 是一本很棒的書 中文版很少找到 香港絕對買不到這兩本書 沒辦法 這本書 你真的要識貨才會買 除了這兩本街拍書之外 另外還有一本街拍人門書 我已經介紹過給大家 街拍玩攝影的第一課 值得一年的二十個街拍的基本功 這本書也不錯 一本實用的工具書 至於圖片參考的話 我也曾經介紹過 那本叫做VVM那本書 VVM那本書 VVM那本書 是一個街拍的女神 在她去世後 被發現那些數以萬計 未發表過街拍照的話 現在出版之後 被發現她的攝影功力 攝影的技巧 攝影的能力 在街拍方面 比很多所謂成名大師 更加厲害 我不想開名去比較 所以VVM那本叫做 抓到微微安賣熱 就是中文版 這本書相當值得收藏 香港賣四百多元 我們現在只賣四百元 包括運費 買三本戲 包括運費 至於深山大道那一批書 坦白說 我不敢再推薦 為什麼呢 賣光了 即是上街霸 深山大道街拍意見 賣光了 剩下幾本沒有 我相信是很難搞的 剩下的就是深山大道的我的街拍 我的寫真傳脈 這本書可以讓大家看到深山大道 如何對她自己的攝影做一個評價 另外 《犬之記憶》絕版書 最後有十本在這裏 《犬之記憶》和《犬之記憶》的中章 一套書 還有十本在這裏 反為她當時教學的一些筆記 《奏的學校》《夜的學校》《深山大道論攝影》這本書 也跟大家搶到一批回來 假如大家有興趣的話 絕版這本書 也能賣得到 至於有本的過去是 新鮮的未來令人懷疑的 沒辦法了 完全斷了 幫不了大家了 所以看街拍的書 是這一堆 我明白到街拍的最重要 不是器材 你買一部紫孝3就可以了 我不是跟她 不是跟她推薦 這部機是一部最好的 街拍機 但是除了有器材之外 最重要是你的視覺 我講過很多次 如果上我的課就知道 我永遠都是提一件事 觀察 發現捕捉 但至於如何觀察 如何看 深山大道的文章 給大家一個很好的訓練 那幾本書 加上VM的那本書 給大家一個很具體的實在 實例的圖片 回到這段位置 再提一提 塞斯的鏡頭紙 新貨也到了 早前停了 沒有辦法 有些朋友都給我推了一些單 但現在貨物到了 假如大家有興趣訂購 的話 在上一條link可以訂購 塞斯鏡頭紙 除了傳統的200張裝之外 Made in China 另外找到一批220張裝 Made in Taiwan 國際版 去到美國、歐洲 全部都是這一批 兩批的配方是否不一樣 我真的答不到 但總之一批就變成台灣 大家各取所需 喜歡我多推出這段影片 請按LIKE這段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畫面上的Facebook Fanpage 可以留言問任何問題 簡單的文字答對複雜 分享給大家講 希望可以盡快再拍一段影片 拜拜 開啟ーン 烊騷 烊騰